周间下午前往莫特尔海滩 不敢相信208人中 只有四人戴口罩 喬治特纳表示 他自己有戴一个口罩 还有迪恩与维尔克森 他们来自伊利诺州 病毒并没有改变 他们的度假计划 不过来自印第安纳州北部的 马特鲍尔曼 一开始都会戴口罩 他说人会在拥挤的餐馆戴口罩 但在海滩上不会 正是因为有太多人 开始放松与不在乎 因此公共卫生官员 现在担心海滩可能会成为 下一个病毒扩散地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下一个病毒扩